大家好我是阿信 歡迎收看最新一集的政理性 上週的話題我們從美國升息這件事情 聊到升息以及市場的貨幣流動還有貨幣價值 是如何影響一個國家經濟 那我們在上禮拜分享了1997年的亞洲金融風暴 在上週結束的時候我跟大家提到 時至今日我們又遇到了美國升息 但是這一次的美國升息 我的看法它比較像是歷史上的另外一個金融事件 1973年的石油危機 而我們今天要聊的時間之後 我特別focus在從越戰當作起點 到1973年第一次的石油危機 美國又遇到了什麼事情 該如何面對以及怎麼解決 又跟2022年的今天 還要繼續深陷美國 有什麼關係 在二次世界大戰結束之後 世界上的局勢大概分為兩派 一個是蘇聯的共產體制 另外一派是美國的民主體制 在1954年越南脫離法國的殖民地之後 越南分為南越跟北越 共產體系扶植北越 美國去扶植南越的政權 在1960年美軍開始直接性的投入軍事資源參戰 然後越戰的規模就開始越打越大 那戰爭一路打到了1973年 美軍開始撤離 南越呢 他也迅速的被北越統一 在越南戰爭中 美軍迎來大大小小的勝利 但是 他們也付出了極為慘痛的代價 大家要知道 越南軍隊他是有主場優勢 炎熱天氣還有茂密的叢林地形 讓美軍有非常多的不習慣 還有水土不服 那美軍呢他為了勝利 他不惜投入了大量的軍力 光是人力巔峰時期就投入了60萬的美軍 那武器方面除了原子彈沒有用上之外 當時先進武器幾乎都用上了 光是彈藥量就用了二次大戰的三倍之多 總結越戰的傷亡人數 戰時人數 統計為5萬8千多人 負傷了 有30萬4千多人 失蹤人數有2000多人 損失的飛機 8612架 美軍他付出了慘烈的代價 也造成美國國內許多家庭都開始出現了越戰後遺症 在1961年開始 美國各大媒體開始掀起了反越戰的運動 美國開始意識到 從第二次世界大戰之後 美國的經濟繁榮因而越戰 開始瓦解 越戰消耗美國的產力像是一個 沒有終點的競賽 最後 美軍在1975年完全的撤出南越 總計美國在這次的越戰上 耗費高達了2500億的美元 相當於今天的7380億的美元 而大量投入的美元進入市場 最後也伴隨著通膨上升的問題 另外一個危機就在1973年爆發 1859年 自從美國人開採到第一次的石油之後 發現石油是一種比煤炭更好燃燒 而且運輸更加方便 對於發展國家自身的科技交通軍事 是一種不可或缺的原料 而中東自從被發現有大量的石油之後 西方各個國家都開始將這隻手 伸進了中東 將資源帶往中東 並且開採石油 成立自己的石油公司 並將石油運過去西方 石油價格透過 七間西方石油大公司 來決定市場的石油產量和價格 這七間的石油公司 被稱為 石油七姊妹 七姊妹看準了一次大戰之後 中東他沒有開採石油的技術 政權也被歐美控制住 再加上 出口國家也都是以西方為主 所以中東國家對於石油的自主掌控權 幾乎等於沒有 七姊妹就這樣控制了 中東石油的經濟 到了1945年 二次大戰之後 世界各國開始意識到了 石油的重要性 更多的石油公司開始成立 石油開採量也開始大幅度提升 石油需求的國家變多 技術也開始流入了中東 在1960年 由科威特、伊朗 沙烏地阿拉伯 委內瑞拉、伊拉克 組成了石油輸出國組織 OPEC OPEC成立的主要目的 就是想要將石油這項資源 帶來的財富 留在中東 而並非來自西方的石油公司 以及控制住石油這項資源 帶來的附加價值 像是國際地位 或是話語權等等 但是OPEC在剛成立的期間 大部分的石油出口 能與七姊妹對抗的 也只有歐美以外的國家 量還不足以達到 跟七姊妹 互相對抗的程度 直到1973年 第四次的 中東戰爭爆發 因為不是這一集的重點 我這邊就不做太多的介紹 那麼在戰爭的期間呢 由於美國 大量的援助以色列 投入軍力和美金 引起中東國家不滿 以色列 他作為中東國家當中 不同語氣的存在 自然會被大部分 中東國家排斥 加上經過三次的中東戰爭之後 美國一直用各種方式協助以色列 中東各國 長期 積怨下來 OPCAT組織在1973年決定 禁止往西方國家運輸石油 石油價格由3美元 一路飆升到11美元 這個決定對美國帶來的重大影響 因為當時美國已經正在面臨了 巨大通膨危機 並且還有很高的失業率 作為工業之母的石油 一旦停止攻擊之後 各行各業他都會受到打擊 像橡膠、汽車、塑料、化妝品之類的 這些對於石油有著高度依賴的產業 都可能面臨停敗 當時美國頒布了 飛機停飛、汽車限速 廣告看板燈光的發燈限制 等等的方式來因應 但這些全部都是治標不治本 美國經濟陷入了更大的危機 1973年 OPC停止石油運輸的這項決定 就是所謂的 第一次石油危機 那麼越戰以及第一次石油危機 這兩起對於1973年 經濟蕭條的關鍵事件說完之後 我們來跟大家聊聊 這兩起事件發生時 美國的經濟背景還有造成的影響 在1965年到1975年的這一段時間 美國通膨開始出現不斷飆升的現象 這個期間高失業率的情況也同時發生 其實這個美國當時對於通膨 以及失業率這兩者之間的關係與認知 有非常大的影響 美國在二戰經歷了非常慘痛的經濟大蕭條 而帶領美國走出經濟大蕭條的做法 就是凱恩斯主義的理論 凱恩斯主義的理論簡單的說 當今天社會需求過低的時候 沒有辦法自然提供一定的就業率 此時政府可以透過發行債券 或是印刷鈔票等等的方式出資 補足過低的需求來提升就業率 這些由政府出資的資金 不用擔心不見 因為每一分每一好都會流入老百姓當中 促使經濟轉動 讓更多人帶來收入 而在二戰期間後 確實 透過凱恩斯的理論 美國走出了經濟大蕭條的問題 另外 我們也必須提到 菲利普曲線 這套理論呢 是高失業率它會伴隨著 低通膨率 而低失業率會伴隨著 高通膨率 這套理論讓 美國政府 給出了一些結論 一定的通膨是有利於 經濟發展 而凱恩斯的主義加上菲利普曲線 就是美國在60、70年代 經濟發展的方向和技術 1961年甘乃迪總統上任之後 揭開了大通膨時代 他一上任就提出了 減稅的法案 這項法案大致上是說 減少稅收 並且增加實質的購買力 1963年甘乃迪總統遇事之後 林登強生又稱為LBJ的副總統 接任了總統 馬上簽署 並且啟動了這項法案 而這時候美國又開始為了越戰 大量的支出美元 政府減稅 美元又被大量印刷 這樣大家其實不難想像 會造成什麼樣的問題 印鈔讓市場上開始有了大量的貨幣 減稅 促使了國民消費力的提升 帶來了前所未有 通膨率上升的情況 到了1965年 聯準會開始有動作了 這邊我也先簡單說明聯準會是幹什麼的 其實美國聯準會的使命就三個 擴大就業 穩定物價 跟調控利率 我們之後也來想想要不要花一集來跟大家聊聊聯準會 好我們繼續說 1965年除了越戰之外 LBJ又提出了偉大社會這個理想 美國政府像是印鈔機一樣瘋狂的投入美元到這個市場 通膨率不斷飆升 聯準會主席Martin就提出了 必須要增加利息來 對抗通膨 不過LBJ當時正在 力拚 偉大社會的政策 偉大社會就是 推動 維護民權 公共廣播 聯邦醫保 醫療補助等等 目的是為了讓更多人可以脫離貧窮 不過這項政策它需要投入大量的美元 而聯準會升級的這個政策呢 無疑就是跟LBJ的偉大社會對立 美國政府並沒有採納聯準會的建議 在1970年換了一個 聽話人來作為聯準會主席 美國政府繼續維持著低利息 大量印鈔 又遇到了1973年的石油危機 終於 通膨逐漸飆升到前所未有的高峰 到了1977年輪到美國政府坐不住了 美國政府通過聯準會的改革法案 讓聯準會有更多的實質權力 去落實穩定物價的這項任務 美國也透過媒體傳遞了 通貨膨脹 就是他們最大敵人 展現了美國政府對抗通膨的決心 政府甚至提出了法律控制物價 但實質上呢 並沒有將通膨的情況往下壓 甚至失業率攀高的情況 也依然沒有改變 美國在6070年代的大通膨時代 大致上的背景我們先分享到這邊 我們先打住 我們先來看看到現在 為什麼會說現在的美國跟當時的 大通膨情況 非常像 COVID-19又有名嚴重特殊傳染性肺炎 2019年中國的湖北省海鮮市場 首次爆發疫情 隨後在2020年開始 蔓延全世界 這個病毒麻煩的地方是在於 潛伏期長 竄力又強 而且在潛伏期的時候 會有無症狀的反應 所以防不勝防 全世界的生活和經濟都受到了 巨大影響 這邊我們就不探討 病毒對於身體影響 或是之後還有什麼 變種病毒之類的 對於生活的影響 也相信大家都很有感 這邊跟大家聊了 主要是對於 經濟造成的影響是什麼 首先疫情剛爆發開始 會產生影響是供給衝擊 各行各業的停工造成成本大幅的變化 市場所有東西的價格 都還來不及做出營運對策 馬上 第二波的需求衝擊就出現了 簡單說因為疫情造成的停工 整個供應鏈已經開始大亂了 企業減少生產 人們減少消費 經濟不斷下滑 各國在2020年疫情大肆散播出息 大部分都採取了寬鬆的貨幣政策 美國聯準會在2020年的3月3號 調降利率兩碼 3月13號 宣佈以1.5兆 購買不同年限的美債 然後到了3月15號又再一次 調降利率四碼 美國採取了增加對於市場的貨幣攻擊 調降利息的方式 希望可以刺激市場投資 拉抬產出的效果 但是 當時市場的情況 已經因為供給衝擊 帶來影響 明目利率低 實質利率已經為負的情況 這邊說明一下明目利率還有實質利率 明目利率是指 市場上 金融體系 所提供的 告示牌利率 像是 銀行定存 儲蓄險等等 20世紀初美國的經濟學家 廢血 他所提出的廢血方程是 指的其實 明目利率應該要有實質利率加上 預期的 通貨膨脹率 這個才會是 投資人該去思考的 完整利率 這邊我們稍微舉個例子 假如 今年我們存入銀行 標價的利率為10% 存入100元 隔年會變成110元 但在這個利率當中 應該要包含市場上的 通貨膨脹率 例如 存入銀行 當年的便當一個是100塊 但是隔年呢 當我領到利息的時候 便當可能已經從100元 漲到了105元了 那麼我的利息 可能也 不如存入時候的價值 物價通膨 必須要計算進去 用這樣的情境 我們套個公司 明目利率10% 扣掉通貨膨脹率的5%之後 剩下的5%被稱作叫 實質利率 那麼假如今天的通膨率 大於我們的明目利率的時候 實質利率 就會是負的 而2020年因為供給衝擊的影響之下 實質利率就是負的 這也代表一件事情 供給衝擊所 帶來的通膨率過高 這邊我們稍微來解釋一下 為什麼會產生通膨過高的問題 因為我們知道當時疫情其實非常的嚴重 所以很多工人 他們是生病沒有辦法上班的 好啊 工人的數量減少的情況之下 這就會讓 工資 開始提高 那當時像是很多 碼頭工人也開始生病的情況之下 所以 也同步造成的 運價 開始上升 所以停工造成的生產停滯 或是上下游廠商 因為停工所導致的缺貨缺料 就大家常聽到的 供應鏈斷裂 產業的根本問題 是在於停工 不是 他們沒有錢 也不是因為利息高低的問題 是因為停工導致的資金 無法流動 寬鬆貨幣還有低利息的對策 對於供應鏈斷裂 所導致的通膨現象幫助 其實非常有限 那當時還有另一個情況 由於經濟過差 所造成的全球恐慌 全球投資人開始大量將資金轉移到美元 原因是因為美國他是世界上的第一強國 在恐慌時期 投資人只能因賴 相對穩定的大國 來作為一個 資金的parking處 那這樣的情況下影響了股市 以及市場的 資金流動群塊 美國為了刺激市場的消費 發放了三輪的紓困金 再一次大量將貨幣 流入這個市場 講到這邊 我們幫美國在疫情期間來做個小總結 當疫情發生的時候 帶來的供給衝擊所導致的供應鏈斷鏈 影響了實質利率變成負的 代表高通膨 那再加上 世界恐慌 全球的資金開始流向美元 市場的資金流動趨緩 而美國的因應方式 他是以 低利息 並且向市場去投入了大量美元 講到這邊 大家會覺得有一點事成相似 這個社會已經開始出現了高通膨的情況之後 美國的因應方式 還是繼續向這個市場去投入大量美元 然後用低利息的方式 大家想想 聽到這邊 是不是差了一點什麼 就幾乎跟1973年的狀況要一模一樣了 2022年的2月21號 烏俄戰爭正式爆發 普丁授權 俄軍對烏克蘭進行的特別軍事行動 那在烏克蘭南部海岸登陸之後 同一天 烏克蘭總統 澤倫斯基也宣布跟俄羅斯斷腳 歐盟還有聯合國不斷呼籲俄羅斯 停止對於烏克蘭的軍事行為 但是戰爭 一路打到今天 都還沒有結束 那對於戰爭的細節 相信各位在媒體跟網路上都已經得到相關訊息 我們這邊就不再贅述 我們這邊先單純針對 經濟上的部分來做討論 西方國家因為烏俄戰爭 對俄羅斯開始了 一系列的經濟制裁 世界各國對俄羅斯的制裁項目在 戰爭開始之後 增加了4300項 那項目包含 金融、貿易、能源、外交、體育等等 那許多企業也宣布 暫停俄羅斯的業務 像是Netflix 迪士尼、Nike 麥當勞等等 而這些經濟制裁的結果 導致如不貶值超過30% 世界各國希望透過經濟制裁 可以讓俄羅斯 停止對烏克蘭的軍事行動 但這樣的制裁行為 雖然對俄羅斯會造成影響 不過也對全世界其他國家造成傷害 像是歐洲各國對俄羅斯 天然一些依賴 在還沒有找到替代能源的情況之下 天然界價格不斷飆升 好啦 現在冬天馬上就要來了 勢必會對歐洲各國的民生 再帶來一定程度的麻煩 另外 俄羅斯作為世界石油的 第三大出產國家 每天要出口500萬桶的原油 佔了全球石油供給的 7.5% 現在全球每天 目前要消耗1億桶的石油 那因為疫情趨緩的情況 世界石油需求也開始大幅增加 OPEC取消增產 美國也因為 之前疫情的關係 許多油井的產量 還不足以彌補 疫情期間的產量缺口 石油價格不斷攀升 需求也相對吃緊 現在將俄羅斯的石油出口 進行制裁 無非是對油價 雪上加霜 那對於美國的影響事件 說到這邊 算是完整的說完了 現在美國面臨了大量的貨幣 灑入了市場 然後通膨又非常嚴重 石油價格因為戰爭而不斷上漲 大家會覺得 和1973年的情況是非常類似 告訴你 美國的解決辦法 跟當時也幾乎雷同 我們當時1973年跟今天的消費者物價指數來做個比較 1973年的消費者物價指數年增率是12.2% 而目前的消費者物價年增率最高點是來到了9.06% 雖然不到1973年那樣如此的高 但是也是近40年來最高 消費者物價指數 這是一種使用產品與勞務的價格 所計算出來的 物價變動指標 它統計的產品跟勞務的價格 包含了市場中各行各業的價格變動 這也是通膨參考 消費者物價指數的一個重要原因 這邊大概舉個案例 假設消費者物價指數 上升了10% 就表示 去年的100元 今年能得到的消費價值就是 100除以1加10% 在這兩次通膨飆升的背後原因其實非常相似 都是因為社會已經開始出現了高通膨 然後又遇上了能源價格大漲 所造成的 不過這兩次事件本質上 還是有一點點的不同 在當時1973年的時候 已經到了停滯性通膨的情況 一般的通膨是因為景氣好 帶動整體的消費力道提升所造成的物價上漲 但停滯性通膨是失業率 和通膨一起飆升 按照菲利普曲線的理論來說 高失業率 它會伴隨著 低通膨 那當失業率飆升的情況之下 消費力道會減弱 那為什麼還會造成通膨飆升呢 會造成停滯性通膨的原因 不外乎是商品的供需失衡 匯率貶值 政策失誤 這三項原因所造成的 首先提到供需失衡 那我們在剛才已經提到 通膨大幅度的飆升 又遇到油價大幅度的飆漲 另外當時在1972年的時候 泰國、美國、澳洲、加拿大、蘇聯這些國家 都同時遭受到感慨 造成全球的股物 稻米、小麥的產量是往下降的 那蘇聯就轉向北美市場去搶購 黃豆、小麥、玉米這些農產品 那導致全球糧食的價格開始快速的上漲 那這樣子同樣也推升了物價 那在政策失誤的這件事情上面呢 當時的聯準會其實已經意識到 通膨飆升的這個不正常的狀況 他們想要藉由升息來抑制通膨 但回到影片之前所講的 當時的總統他提出了偉大社會的政策 就是希望投入更多的錢 來進行建設以及補助 所以聯準會假如升息 他就是在跟美國政府唱反調 因此啊 美國政府不同意升息的情況之下 就失去了最好的 抑制通膨的時機點 到了1979年 聯準會主席 福克爾上任之後 以強硬的升息態度 才逐漸將通膨膨脹率在1983年 壓到了5% 時至今日我們同樣也是遇到 油價以及糧食價格上漲 也遇到了供應鏈斷鏈的相關問題 不過現在的通膨危機可以看到 雖然通膨數字非常的高 但失業率還在一個相對的抵擋 這就給了聯準會的一些操作空間 假設失業率已經在一個 非常高的位置 那麼升息下去就很有可能會造成人民更大反彈 你想 你都已經失業了 然後車貸房貸利息又上漲的情況 不是逼死人嗎 像當時在70年代的停滯性通膨 失業率就已經明顯在往上 聯準會的政策就會出現 兩難的局面 反之 這一次通膨的情況 失業率其實非常的低 所以美國聯準會在這一次的升息力道 才會如此的重 今年到現在已經升息了12碼 那預期年底結束會升到17碼 創下有史以來最強的升息力道 而現任的聯準會主席鮑威爾 他自己也提到 當時1979年的聯準會主席 福克 並且引用他的狀況來提到 恢復價格穩定需要一些時間 並且強而有力的使用我們的工具 來使供需達到更好的平衡 降低通膨可能需要一段 低於趨勢的成長 此外 勞動力市場的狀況也很可能會面臨疲軟 雖然更高的利率和增長放緩 以及疲弱勞動力市場會降低通膨 也會給家庭和企業帶來一些痛苦 那這些都是通膨的不幸代價 但如果未能恢復價格 將意味著更大的痛苦 總結1973年與今日 兩次的通膨危機 美國都透過升息來降低通膨率 升息算伴隨著許多層面痛苦 但似乎針對通膨升息是最好的手段 講到這邊 相信大家對於聯準會的心態已經非常能夠了解 他們就是為了要打壓通膨而不斷的升息 這也是為什麼近期股市跌幅會如此重的原因 不過 現在的狀況其實已經開始好轉 我們這邊分成兩個部分來探討 首先在供給端的這一部分 過去一年帶動通膨的小麥 原油之類的大宗商品的價格 已經在滑落 這一點從近期俄羅斯宣布動員之後 這些原本在去年大廠的商品價格 並沒有再一次的 漲回原本的高點情況來看 目前市場對於商品的價格反應 已經不像之前這麼劇烈 當商品的價格反應不劇烈的情況之下 對於通膨的狀況 就能夠出現緩解 另外過去帶動通膨的運輸成本 像是航運的價格 也可以看到從高檔回落了5成 另外從零售業的庫存狀況 來跟兩年前疫情剛爆發的情況做比較 其實也可以發現 目前 整體庫存已經有開始 攀高的跡象 代表不會像過去兩年這樣子 加價建立庫存 當原物料的成本 沒有再繼續攀升的情況之下 中端的價格 也不會再上去 同樣也可以讓 通膨數字 不要繼續飆升 因此從供給端的部分可以發現 過去 帶動通膨的這些數字都在逐漸放緩 從聯準會的策略也可以發現一些端倪 我們這邊把聯準會主席 鮑爾在2018年 所發表的言論 做個比較 在當時2018年的時候 聯準會總共升息了4次 在升息第3次的時候 他講了以下的這句話 現在利率依然是寬鬆的 我們距離中性利率 還有很長的路要走 這邊解釋一下什麼叫中性利率 所謂的中性利率就是 當經濟在一個 穩定的通貨膨脹下 經濟處在沒有過熱 也沒有受到抑制的最佳狀態 當時他講完了這句話之後 美國的S&P500指數 在接下來的一季就下跌了14% 所謂的S&P500指數 就是美國的500家大型企業 編列而成的一個指數 這個就有點類似台灣的0050 那藉由這個指數就可以了解到 股市當下的大盤狀況 但是到了2018年底的時候 聯準會第4次升息之後 包括他說了以下這句話 我們現在處的位置是 中性利率的下限 一直就代表他認為利率已經到了一個可以接受的水平 而當他講了這句話之後 市場就開始聯想 2019年的升息狀況可能會開始趨緩 S&P500指數的最低點 也就是2018年12月之後 開始一路上漲 2020年的新冠肺炎爆發 而在今年9月升息之後 鮑威爾同樣也發表了一些談話 在談話中表示希望能夠將利率提升到 控制通膨的位置 也就是所謂的限制性利率 如果翻成白話一點的講法來講 限制利率就是讓實質利率 控制在超過1%的水準 而鮑威爾提到我們目前是在限制性利率的最低水準 這句話的意思就表示 目前的升息已經開始對於通膨造成的一些影響 如果要繼續控制通膨 就必須在 11月12月以及明年 再繼續調高利率 以目前的情況看來 通膨確實已經在被控制當中 也許現在就是升息的末段 如果通膨數據下滑比預期還要快 說不定 就能夠開始放慢升息的腳步 甚至停止升息 假設通膨數據真的開始緩解 聯準會的緊縮政策開始趨緩 按照2018年當時的狀況來看 也許股市 就有機會扭轉今年 萎靡不振的行情 所以未來股市會怎麼做 我們會密切來觀察聯準會的動作 阿信也會幫大家整理好最新的資訊 讓我們一起把握這一次 財富重新分配的機會吧 阿信的頻道在每週一到五會分享 股市的盤後整理與解析 在Press Credit上也有線上課程 用各位參考 希望對於大家的荷包都有一點幫助 喜歡我們的頻道 拜託拜託 幫忙按讚 訂閱分享 我是阿信 陪你一起 看看股市 分享知識 正理性 我們下次見